2022ET Today高尾夫球邀请赛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邀请国内数十位企业家 艺人以及球星 慈善送爱 大家意求会友 还要以实际行动关怀偏乡 寒冬送暖 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带来一丝温暖 我借这个机会 要感谢所有在座的 无论是建商 还有我们各产业界 长期以来给东森ET Today的支持 所以我们举办这样一个 爱心的运动的活动 谢谢你们的捐款 各位所赞助的金融 我们全部会捐给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的钱 我们一定会做妥善的 用到社会各界需要帮忙的人 除了早上的球赛 晚宴还特别举办 爱心意卖活动 棒球选手胡金龙 拿出自己棒球生涯里 珍藏的手套 球棒还有球衣 抛砖引玉 即将出任 金融市副市长的ET Today 执行董事邱佩玲 也带来个人执笔的画作 玉山迎春 大家慷慨且囊 也炒热现场气氛 30万 30万 30万两次 30万三次 恭喜 神皇落成得票成功 成立20多年的东森慈善基金会 长期关怀部落及偏乡学童 并捐助车辆电脑 帮助弱势孩子翻转人生 企业老板们想一号召 一起投入做工艺 今天我们的爱情慈善晚会 总共捐出82万5千谢金 慈善送爱 要来交给新美式乌莱 德拉南民族实验小学 谢谢东森爸爸 温暖氛围感动台下贵宾 以买下一买画作的新润建设董事长黄文成 再度加码10万 总捐款金额来到92万5千元 让大家的爱心更加暖心 而晚宴的最高潮 当然是颁奖典礼 我们欢迎今天的总干冠军王 请多介绍总经理高恩凌峰 恭喜 价值将近250万台币的丰厚大奖一一送出 还有许多技术奖项也颁发出去 为2022ED Today高尔夫球邀请赛 东森慈善基金会送爱到部落 画下完美据点 借此呼吁大众一起做公益 让偏乡孩童学习不受限 获得更多资源 安心学习 快乐成长 记者郭林倩 谢婷婷 采访报道